中共官方隱瞞疫情的真實數據 一直都受到外界的質疑和批評 近日中共官員披露 今年1月份 湖北省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被感染 而當時官方通報曾聲稱 沒有發現醫護人員感染 也沒有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民眾表示 中共的數據招令吸改 不能讓人相信 3月6號 在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共中央指導組成員 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宣稱 在這次疫情發生的早期 也就是今年1月份和1月份之前 湖北省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被感染 他還補充說 這些醫護人員 其中40%是在醫院感染 60%是在社區感染 都是湖北當地的醫務人員 而且大多不是傳染科的醫生 但是回顧之前官方的說法 武漢市衛健委去年12月31號首次對外通報 以及今年1月11號的通報都聲稱 沒有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也沒有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直到1月20號 衛健委高級別專家鍾南山才告訴公眾 有14名醫護人員因為護理新冠肺炎患者等已經被感染 武漢病毒肯定會人傳人 之後在2月14號 中國衛健委副主任曾一新又在新聞發布會上宣稱 截至2月11號 全國共報告醫務人員確診病例1716例 當局公布的數據一變再變 武漢的張醫師表示很不可信 另一位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陳醫生透露 武漢市的幾個大醫院都有不少醫護人員感染 特別是李文亮醫生所在的武漢市中心醫院 感染人數特別多 張醫師透露 疫情早期醫護人員的感染 大多是由於上級封口造成的 之前有多位武漢醫護人員向新唐人證實 他們收到封口令 但張醫師不滿的是 沒想到上級封口後卻不作為 事實上大陸財新網2月26號曾發表 新售大陸報導 病患病毒基因排序溯源 警報是何時拉響的文章透露 早在去年12月底之前 已經有至少9例不明肺炎武漢病例樣本 完成基因組測序 顯示為類SARS冠狀病毒 陸續上報衛健委和疾控中心 但湖北省衛健委和中共國家衛健委 分別在1月1號和1月3號要求銷毀已有樣本 還下令不得擅自對外透露訊息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指出 武漢大量醫護人員的感染 不單純是防範措施的問題 而應當由中共官方不全部責任 普通民眾封鎖消息 而且連醫院系統內部都沒有正式的通知 和提高這個防範的等級 外界批評 每次大型的公共事件爆發後 中共當局最先想的辦法就是隱瞞、壓制 壓不住之後就先犧牲民眾利益 最後再透過宣傳機器把悲劇包裝成喜事